好 貼著一些要背的事情 海水有溶解很多的東西 我們講兩個 一個是溶解的鹽類 一個溶解的氣體 不過溶解的氣體沒有什麼內容 簡單就要帶過去了 那重點是它溶解的鹽類 海水的 海水所溶解的鹽類很多 鹽度我們前面講的重量百分 濃度大概呢3.5%或者是千分之三十五 這邊是三十五 這算是一般海水的 那不同的海水的鹽度會不一樣 他們也會簡單帶到一下 所以鹽度 你要背 海水鹽度有這麼多 啪啪啪啪啪我洗了一堆 隨便看就好了不需要背 你要背什麼 誰最多 綠花娜 誰最 誰第二位 綠花美 這要背 海南最多的是綠花娜 其次的是綠花美 有去過海邊 不小心喝過海水 人都知道海水喝下什麼味道 鮮的 鹹鹹除了鹹在怎樣 苦苦的很好 海水鹹鹹苦苦的 綠花娜使它有鹹味 綠花美使它有苦味 這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海水溶解鹽類 最多的是綠花娜 其次的是綠花美 綠花娜 style 鹹味綠花美 style 有 苦味 苦味 OK 所以就看它怎麼烤 我喜歡烤 土表幫它烤 好 我不喜歡烤 你就看它怎麼烤 了解 背完就好了 那海水有鹽類會怎樣呢 海水有鹽類會怎樣呢 第一個有鹽巴的海水比較不容易潔冰 越鹹越不容易潔冰 所以基本上海水不會整個都潔冰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海水一旦潔冰之後 它潔冰是會把鹽巴吐出來 吐出一些鹽巴出來 為什麼現在海水變得更鹹 變成更不容易 潔冰 所以海水不會像湖水一樣 整個湖都全部都冰透 就是表面凍結而已 所以呢 有了海水有了鹽巴之後呢 它會比較不容易潔冰 同時呢 因為 有鹽巴密度比較大 所以福利會比較大 福利會比較大 只要它比較鹹 密度就會比較大 福利就會比較大 所以好鹹好鹹的地方叫做 食涵 它嚴重是百分之三十五 一般開始的十倍 所以就很難沉下去了 就很難沉下去了 這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朋友嫁到以色列 他的同大朋友去以色列 在食涵裡面照了照片 跟他說他很難沉下去 很難沉下去 這就是有鹽巴之後的影響 有鹽巴之後的影響 不容易結冰 不容易結冰 然後呢 密度比較大 福利會比較大 OK嗎 OK